我是教公共財政制度 我是教公共人事制度 公共財政制度 香港政制 政策分析 這些就是我教過 以前我教財政制度的時候 我說香港的制度不是量出為入 香港制度是量出為入 因為彭系做預算案必定要計 我要花多少錢 這些必定要花的 然後我決定究竟現在我的生日夠不夠 不夠的時候 借錢也要借回來了 曾經試過 夏景基向ADB借錢 填填第一成一塊填 新填地 終止這塊地賣了出去 賣了出去之後起了 第一成現在的樓價多少錢 大家可能知道 都很快就把這些ADB的付款還給他 他在當時必定要花了 他就花了錢 不夠錢的話 你必定要花的 不夠錢的話 借也要借回來了 但香港很少借 剛才我講過80年代 不是80年代 不是70年代 當時下頂經 決定借錢的時候 當時仍然有 即是 香港有儲備 不是沒有儲備 開始出現借錢 他們借錢來 將那年的Budget balance 了它 沒有balance 它是欠債 但是它是借了不債 此上仍然是 變成了 在一個大帳簿上欠了不債 但仍然是Budget balance 不完 我要講這個是 量出為入 的意思是說 做意算永遠不會量入為出 你有多少錢 花了那麼多錢 我相信大家在裡面明白 一個業主打法團 如果不大數 有很多漸程的話 你不會寫完 你不如省一點 如果不是說 加管理費的負擔 壓力就會很重 因為很大件事 所以不如是量出為入 你必定需要諮詢的 你要諮詢 然後你就要叫國戶 加多少錢 幫你管理這個地方 如果不然你交不掉 所以我想講的是 107條 都是有笑話來的 107是一個說你們很白 總之很白 我這個人有什麼意思 因為量入為出 是說一個家 一個家 一個人 你沒有那麼多錢 你不用那麼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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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管理一個護作委員 管理一個業主打法團 管理一個國家 你不是這樣的事情 是完全另一回事 你知道嗎 必須要花多少錢 你要收花多少錢 你交不到稅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加稅也不停 那你就一定要借錢 如果不是就交不停 你長期借錢的話 你就很快會破產 就要拉了 這一個人 不是你們家 一個人 你為什麼